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奇艺尖叫之夜 在澳门举办的颁奖晚会时的CTwork 在视频里调皮地叫了他一声超宝 被粉丝们取笑了 然后 转发了人家冷暖心提醒粉丝家人们下雪路滑 注意安全的微博之后 我们的是开始在评论区发颠了 来数数他一共发了多少条 今天是2023年12月15日 听说有家人想是 是也想你们 是还听说 有家人说是颠 音音音 是有点伤心 伤心容易暴躁 暴躁容易上头 上头容易生气 是生气就会想办法气小女孩 不让视觉超宝 是偏偏就叫 图片太多了 补一截图了 费大家流量 大家可以去微博人家冷工作室评论区为官 总之就是 工作室在评论区一顿输出 粉丝们被逗得嘎嘎了 好笑的同时 给工作室再次刺名颠簸 纷纷奔走香港人家冷工作室疯了 然后 人家冷现身工作室评论区 留言是不许欺负家人宝宝 很难想象 大只男人国超同学是忍住怎样的鸡皮疙瘩 打出了宝宝这两个字的 哈哈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互动 虽然有些幼稚 像小学生 但至少说明大家都是活的 不是严肃而又正经冰冷的关系 不是机械式彩虹皮夸夸夸 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和卑躬屈膝的粉丝 而是站在平等的角度上 双方都可以开开玩笑 活跃下气氛 粉圈也变得更加有爱 更加融洽 有趣 头条的家人们真的可以多去微博逛逛 很好玩的 希望国超哥哥和超哥的工作室一直保持这样的互动 爱看 嘿嘿 也希望佳伦和家人们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